怎麼覺得這麼冷 而且我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還覺得有點熱耶 就是覺得明明就沒有很冷啊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早上醒的時候覺得很冷 就是整個就是覺得 就是有一種 就是有一種 反正是覺得冷 今天早上好冷啊 今天早上怎麼那麼冷 可是我真的覺得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沒有那麼冷啊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變得好冷 好奇怪喔 我的身體怎麼那麼詭異啊 我一下覺得熱一下覺得冷 我很想換iPhone 可是我這手機其實買沒多久 我目前還在觀望中 如果i11有降降的話 因為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iPhone 因為畢竟iPhone的功能跟就是整體 整體的那個 整體的數值比較好 所以 還是有點猶豫 因為其實我用Oppo的 就是Oppo在遊戲上還是會有點不太 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比起iPhone 個人比較喜歡iPhone 我本來就是用iOS的啊之前 我之前是拿i6S 可是i6S最近現在已經 有點跟不上 所以 所以就是 啊 我沒有橡皮筋 開完突然發現這個問題 思考IMG 我的腦袋也卡住了 搜尋不了 我的腦袋也卡住了 哪裡有橡皮筋啊 這裡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嗎 我有留欸 這裡沒有啊 好吧沒有 好 最好拿 綁頭髮的 早上呢 靠意志力耶 真的很意志力 你知道就是 這個季節早上就是想睡覺啊 不覺得嗎 這個季節超好睡 Siri要跳出來的嗎 它沒有Siri 可是 它好像也沒有什麼 會跳出來的軟體 其實不會不好用 因為它新款的其實還不錯 就是 就是覺得 就是跟iPhone比起來的話 iPhone還是略勝一籌 但 但就是 怎麼講 iPhone有 iPhone不好用的點 但OPPO也有 OPPO不好用的點 這我覺得 各有各的優勢 缺點啦 但我個人覺得 iPhone在整體的 功能上還是比較好 就是OPPO就是拍照比較好 但是 iPhone就是 機能比較好 它的 它的可能 就是 它的那個零件用 可能就是比較高級 我的指甲一直卡到 對 就是我不喜歡 就是 我不太習慣 iPhone現在 就是用那種 沒有 就是沒有任何的按鍵 然後要用滑的 我就是 我就是一個手殘的人 然後 它竟然要我用滑的 我忘了它是熱的 它很快就軟掉了 因為我不喜歡吃軟掉 其實 我還是喜歡吃脆脆的 而且冬天的時候 比較麻煩 因為這樣我就吃不到脆脆的了 因為有時候我都 會直接乾吃耶 我會直接 我會直接拿起來 拿起來刻的脆片 超好吃 另類的零食 正月一定會睡著 沒有看過 哪有看過 你又沒看到我素顏 亂說什麼呢 你在說什麼呢 半夜裡長得 變天了 真的假的 對啊 今天超熱耶 這也不是我的錯覺 怎麼覺得那麼冷 其實拿起來 突然就有打冷戰 我想說昨天不是挺熱的嗎 怎麼突然這麼冷 然後我就用 繼續窩 其實我其實是攝食一點的鬧鐘 拿起來的時候就覺得 怎麼那麼冷 然後我就說 阿算了 再睡一下好了 冬天就是這樣 阿算了再睡一下好了 好累喔 好累喔 哪需要這季節哪需要開冷氣啊 你們那邊連30度都不到吧 根本就不需要開冷氣啊 浪費電 有沒有看到雨喵臉嫌棄 浪費電 不會阿 因為我這個沒有泡沫 而且我買的是低脂的牛奶 因為我想說巧克力本身就有甜度 就是想說多個加全脂牛奶好像太甜了 是喔 是喔 季風來了 日出淺溫度最低 11點欸 11點都已經 都已經要正中午了 我昨天覺得不冷阿 所以我剛起來的時候覺得很冷 剛起來的時候很冷欸 好怪喔 但我剛睡的時候不會覺得很冷阿 不要問我幾點睡 你會怕 哈哈哈哈 有冷去彈 這樣 愛小異 欸夠不用阿 我是設置別種的 什麼ingame之類的 ingame很吃那個 很吃那個 效能 因為如果你的手機不夠強的話 它一定會卡住 就是它一定會卡卡的 不然就是不好按 會延遲什麼的 但是 OPPO畢竟不是做遊戲那一塊 所以就是它在音樂遊戲上 還是會有點 卡卡的 就是我玩iPhone很順 可是 OPPO會有點莫名的 延遲嗎 就是 我有點微妙的那種延遲感 不是骨片 是脆片 什麼可以用拆的 什麼東西拆 拆什麼 對啊 因為我還是覺得 好像iPhone還是比較好 就是效能還是比較高一點 我沒有黑髮夾夾欸 喔你是說小黑夾 可是小黑夾夾不住啊 夾不住吧 喔 喔 COOGLE助理喔 呵呵 我沒有在用COOGLE助理的 好 綁賣片 對 綁賣片 下味取向 還好啊 不會啊 那你可以開 你不要開 你不要開美機不就得了 OPPO原相機也不一定要開美機啊 所以其實就不會有太修的問題 那是個人的使用問題吧 我自己用OPPO可是我也不會大修啊 所以我就要看用的人吧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算開媒體 我也不會開那麼大 就跟現在大家看的差不多吧 再小一點點而已 但是其實我覺得 誰不會修圖啊 拜託 你算用IPhone還是會修圖啊 根本就看不出一個原樣吧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OPPO根本沒有差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美副相機 變不到聲音看你厭世了 反正就看了 就要放盤子 盤子 到嘴巴在喝是怎樣 我喜歡脆脆的 冷氣喘好像吧 我覺得它突然變得好冷喔 太突然了 也是啊 欸但說不定哪天你們就會突然看到啊 對不對 雖然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一天啦 但是我希望不要 但是我希望不要 好可怕喔 好像這個是要開電扇喔 超冷的欸 可是還沒到天啊 現在才秋天吧 秋天還沒過吧 還是已經冬天了 嗯? 冬天了嗎? 阿利 冬了齁 冬天了 低子 低子還好吧 我覺得低子也沒有不好喝啊 熱氣吐難道很熱 那就是吹冷氣吹太習慣了後果 真的 因為其實你只要習慣了電風扇的涼度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去依靠冷氣 但其實台北市真的太熱了 台北現在真的是悶到爆炸 真的突然你悶到會想要 逃出去房間那種感覺 就你會悶到 你覺得外面還比較涼 因為房間完全沒風嘛 這段開了窗也沒有風 我這邊完全不會有風 風進不來 然後 很悶 太陽剛好就是可能這個方向的吧 然後就超悶的 然後 反正就是開窗也沒有用 而且我不喜歡開窗 因為太吵了 外面真的太吵 台北太吵 對不起 但台北就真的太吵了 所以就是我也沒辦法開窗 到11點才行啊 我不是一直都睡很晚啊 我一直都睡很晚 今天睡 但是今天睡過了12點就是今天了啊 那我也可以說我12點睡啊 過了 過了今天了 過了昨天了 但是今天睡啊 好 好 謝謝無糖的人氣泡泡 謝謝無糖的人氣泡泡 嗨楊公公 怎麼是4S 出貨面板的反應時間 喔對啊 就覺得 我沒有ipod 我沒有ipod 我沒有錢買ipod 我買手機 我買手機就已經要破產 還買ipod 對 我玩ing game 真的比較 沒有很順 嗨天天 哪個有 最大有個很大的優點 哪有 我覺得他的紫一點不紫啊 我去看過實體機了 我覺得他跟我想他跟我的紫還是差很多 他照片上的 照片上的顏色比較紫 可是 實體的顏色根本就沒有那麼紫啊 就是我覺得他很吃光線 就是我覺得實體機的紫 就是很吃光線 就是某些光線像看起來很紫 可是某些光線像看起來很紫 可是某些光線像看起來就是 不知道他什麼顏色 就是 就是遠看就好像 他什麼顏色這樣 但是就是畢竟我覺得還是 比其他顏色好啦 因為其他顏色就是 沒有那麼喜歡 我還是喜歡紫色 聽說這次紫色好像還要等一個月吧 如果要 就是要買的話 好像還是要等一個月 立東了嘛 我都沒有吃到台灣圓 我都沒有吃到台灣圓 喔不好用啊 但是好用有點不一樣啊 他在遊戲上不好用 那個電扇是可微調有電扇 以前就很好看 沒有以前很醜 我以前很胖 欸不對 我剛才說出我以前很胖 那我會說什麼 亂講話 我以前的臉很胖 在說什麼 體虛 體虛又不要吹電扇了啦 算冬天了吧 對算算 對 你自己現在想想 冬天咧 但只好再也沒有冷到那麼冷啦 就是會覺得 涼涼的 這還是得穿長袖 現在 音樂性質還好 我不想用I7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就是 不想用I7 I8 喔 I8已經停產了耶 你想I7停產了嗎 好奇怪喔 而且I7還比較貴吧 就是比起原價的話還是雙11比較便宜一點 剛出來的價錢雙11算蠻便宜的耶 I7真的很便宜耶 台北太悶 悶到爆炸 真的是覺得房間是一個溫室效應 溫室你知道 會悶到想要噁那種感覺 對 台北太吵了 車很吵 然後車真的是 對 反正就是會有那種 嗯 討厭的人 就是改管啊 就是改那個消音管什麼的 超死 呵呵呵 每次只要聽到那個 噗 經過我就很想要罵他 你知道 超死了 每次 每次用什麼消音管 很討厭 去消音的那種管 就很討厭 不然就是改車啊 很吵耶 每次都過去超吵 但是 我想問你是怎樣 呵呵呵 想要吵死大家就對了 不管冬天 沒有冬天 我只要知道我每天回家就是冷爆 好像台北真的很冷耶 因為很晚睡睡 睡很晚 對 你們就只有冬天會覺得好 真的 可是冬天真的很冷啊 在這裡很冷耶 因為 因為 因為我房間好冷喔 就是 他這邊是很冷又很熱的那種 房間很爛 對不起 呵呵 面相的問題 很 就是不是很冷 就是很熱 所以其實我很討厭那種房間 就覺得很煩 因為很濕冷嘛 所以就更冷 就覺得 好痛苦喔 呵呵呵 起不來 我在高雄就已經覺得很痛苦了 呵呵呵 因為我很怕冷 好喔 iPhone4S太久了吧 太久了 謝了無常的晶圓寶 嗯 兩萬多耶 怎麼可能送 想太多了吧 太貴了 原來實體不行 就是實體沒有那麼的紙耶 就是太淡了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不知道聊什麼 冬至 哦是好穩厚穩了哦 我之前聽人家說還要等一個月 太久了吧 不知道 可是我反正我暫時不會買的對 呵呵 這次才拿來快一年耶 當是湯圓 哦不是哦 立東沒在吃哦 是嗎 哦是這樣 哦 哦 呵呵呵 好牌子喔 但我什麼都沒說 呵呵呵 因為是進補哦 沒補到 我立東在幹嘛 不知道 我已經不見了我利用在幹嘛了 我喜歡吃芝麻的 我喜歡花生芝麻 之前有吃過抹茶 但其實我覺得還可以耶 因為它不會很甜 其實我覺得抹茶的話剛剛好 因為花生跟芝麻都很甜嘛 那我覺得就是加一個抹茶可以綜合一下 不然都好甜 而且抹茶真的蠻重的耶 我覺得還不錯 為什麼要吃湯圓 因為我想吃啊 呵呵呵呵 沒關係 只是找個理由要吃而已 因為超有病 折扣餅裡面差 對啊 我也覺得耶 最近沒什麼折扣 最近有完全沒買到東西 其實 呵呵呵 再買就要剁手 三十一真的完全沒買到東西耶 我想像好像有啊 但是其實真的很少 就是我都買那種冬天用的衣服 太怕了 屁孩就喜歡趕車 我討厭 我不喜歡很吵的車 而且就算你是跑車 跑車也沒那麼吵啊 跑車也不會 噗 之類的 呵呵呵 結果很想打他 呵呵 打他注定的喔 散發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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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師機啊 可是其實還是很冷 就是不管有沒有用廚師機就很冷 而且廚師機超容易就滿了 就一天就滿了吧 很可怕啊 為什麼啊 台南沒有很冷啊 到高雄還沒有 高雄跟台南沒那麼冷吧 不過我覺得風比較大的話就是比較冷 真的 因為我之前去台南吃飯的時候也是覺得很冷 因為風有點強 就是 沒有風的時候還好 可是有風的時候就覺得好冷喔 不知道為什麼 晚上的時候 但是早上其實還好 可是都可以感受到冷 對啊 沒有 我覺得台北哪裡都有飆車主 也不是飆車主 它就是 比較吵的那種車 也沒有到很多就是 偶爾會聽到一台 過去的那種車 駕 tang 而且因為住在高樓 就是聲音傳上來聲音 其實也從滿大的 所以就是 覺得 特別� perk 就晚上開窗就 喔 晚上開窗我火澤會上來 真的好吵 不能接受 力人要吃也是可以啦 就是想吃而已 嗨甜甜 謝謝蝴蝶姐的傳單 hc3.hw 芝麻好吃抹茶好吃 都好吃 我真的超愛吃芝麻的 就是不管什麼東西都要買芝麻 麵包啊 麻糬啊 反正就是雜地雜辣 我超愛吃吃芝麻的 因為真的我不喜歡太過甜的芝麻 我覺得剛好就好 我不能不是甜的 可是也不能太甜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甜味 可是不能不要太甜 不然我覺得吃起來會很膩 謝謝蝴蝶姐的傳單 喜歡做珍奶湯圓 我不喜歡吃珍奶謝謝 我跟其他女生不太一樣 因為我不太愛喝珍奶 其實我很少喝珍奶 花生湯圓好吃 超好吃的 太得體 我搶了 什麼兩打不用錢的 為什麼是兩打不用錢 為什麼那麼好啊 怎麼搶的 通常是湯圓了 對啊 超可怕 這裡的那個濕度 好可怕 也沒有 還是很冷啊 台北不管有沒有濕氣都很冷 愛空白愛余德 好像很多改車 對 嗯 這真的就是比較長 西葉彩虹花 太少是不是有味道 其實我已經聞不出來耶 因為我現在有比賽 我現在聞不出來到底有沒有什麼味道 而且其實自己習慣了自己房間的味道根本就聞不出自己房間的味道 但是去別人房間就聞得出 噢這是別人房間的味道 自己聞不出來 沒有差 沒有差 好笑 沒有問題不能 什麼 什麼 對啊 不可能不要送 不要送那種東西太可怕了吧 害志祥 啊不過也送不了啊 兩萬塊太貴了吧 iPhone欸 快溫下來菜茄子 還有葉炎朗 還有遊戲說 謝謝彩虹花的通保 芝麻糊 喔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喝芝麻糊 我之前有買那種就是泡的有沒有 然後它就是什麼黑芝麻 什麼 什麼黑芝麻燕麥什麼鬼東西的 呵呵呵呵 整體就是那一類的東西 你要知道自己戴耳機 我不喜歡戴耳機 我在房間 我在房間還要戴耳機 你不覺得很受苦嗎 我說不要 但是自己房間還要戴耳機 不拿出來好麻煩啊 現在在裝 我高興 呵呵呵 對我不怎麼喜歡喝珍奶 其實 反正就是強 對限時強 喔限時強購的 嗯 三十一沒有幹嘛 三十一 三十一在幹嘛 三十一沒有在幹嘛 其實我雙十一原本約好跟朋友出去玩嘛 你們好像忘了跟大家講過 然後結果他跟我說他要加班 對 所以我雙十一沒有玩到 對 就是這樣 我雙十一好可憐喔 呵呵呵 雙十一單身狗 然後又沒有朋友陪 唉 我果然是 這個團體最邊緣的人 呵呵呵 不在幹嘛 呵呵 兩樣都很貴耶 兩樣都是一個月的薪水了耶 對不對 兩萬多對 一個月的薪水了耶 嗨威爾森 嗨北倫 所以我打第一個噴嚏今天就毀了 呵呵呵 笑死了 我會鼻塞啦 沒有 這是過敏的那種鼻塞 不是感冒 嗯 喔真的假的 我阿媽倒是沒有做過這個 雙十一收到十二點 十二號 十二號 雙十一下班收到十二號 那也沒有很 奇怪啦 嗨Apple 雙十一在家放假 雙十一在練習 放假 早上放假然後晚上練習 呵呵呵 竟然雙十一好棒棒 竟然雙十一被他放鴿子 呵呵呵 我好邊緣喔 果然是單身狗 剛問節連朋友都不能找 為什麼阿 又不會有 又沒有差 那是朋友又不是情人 而且我那個朋友也是單身阿 呵呵呵呵 兩個單身狗就是剛剛好 嗨 七千克 嗨到處跑跑 因為我根本沒有特別問阿基 因為我原本跟朋友約好啦 他臨時跟我講不行 我也沒辦法臨時約阿基阿 太臨時阿基就沒有辦法 什麼特別的日子 什麼特別的日子 有阿 就是搶購的日子阿 呵呵呵呵 三十一不就搶東西嗎 還有Pokey日阿 光棍節阿 這本來還有一個日子 叫什麼忘記 反正這還有一個日子 這很奇怪 那俊瑋 我沒有吃過芝麻火鍋耶 感覺好特別喔 他有藥匙 沒有找麻油 沒有 他有事情 他還浩浩 雙十一就是 買東西阿 不是嗎 我隨便啦 呵呵呵 隨便啦 這關姐姐 又有點單身狗糧 聽說還蠻 味道蠻奇妙的耶 那我笑 嗯 它是味道很 很像很像什麼 狗糧 呵呵呵 然後雞雞說 你有吃過狗糧喔 沒有阿 呵呵呵 他就這樣幫我笑 好像是小迪說的吧 是誰說的 忘了 好可愛喔 怎麼是說 從今年開始過三十一 三十一之前沒什麼好過 就是在 買東西 十二十二號 我不確定是什麼耶 十二十二什麼啊 雙馬尾 雙馬尾 雙馬尾是二二吧 雙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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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折扣越多越好 這是沒錢的人的福利 嗨沉沉空 嗨勒勒可 想說結果伺服器炸了耶 對話好像都會講 嗨瘋瘋 激發會過期了嗎?我不知道 沒有吃過 芝麻 麻油雞蒜芝麻 嗨罐桌嗨林公子 那包會不會像果糧嗎 不知道我沒有吃過 那個單身果糧 是上次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好像也沒有很久啊 不是才一個月嗎 雙十二也有出去了 好像有耶雙十二好像有耶 但是我好像很少 因為雙十二好像是 但是 近期才開始的吧 好像以前沒有 謝謝茄子的傳單 嗨強森 感恩姐又會促銷 其實現在沒什麼 沒什麼電 對她還是想睡覺 嗨小雨 因為最近大家都中午開直播啊 然後又去練習 有點累 伸個軟腰 好累喔 會睡著 真的會睡著 嗨傑恩 嗨阿爸 我也沒電了 嗨王白 我快睡著了 謝謝 嗨 雙十一也是今天開始的 是嗎 我怎麼記得雙十二比較晚 單純飯 誰有像過Pokey 我也都過Pokey而已耶 其實 我好像沒有在特別 反正就是買東西跟過Pokey一個日而已 嗨 Winter Cow 近年內 電商雙十到 雙十到雙十二每個月都在促銷 喔 但我好像其實也沒有什麼電器產品要買的 想不到 她已經糊掉了 隨便啦 她都冷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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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安 那是因為要促銷才不用的活動啊 不然其實以前也沒有 而且那你應該是從 就是 大陸那邊傳過來 中國那邊才有 就是台灣沒有什麼在過什麼 我相信 剛剛是台灣蠻忘記的 應該是從中國來的吧 嗨 洋公公 對啊 我記得好像是從中國來的吧 但是 嗯 嗯 換一下喔 嗯 嗯 我們說 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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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ver Home Cafe 看到了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的 團體 但是地下好像團吧 它好像小過這些節日的感覺 但沒什麼在過這個節啊 謝謝楊公公的新秀選票 你怎麼覺得過算是一不錯的日子 電子商務 不是產品喔 它不是說要促銷嗎 不是產品嗎 問號 現在寫了育安的一起搖擺 不知道為什麼叫做光棍姐 因為一一吧 一一 我也不知道 謝謝 謝謝日安的 告白氣球 謝謝柔君的love 中秋烤肉 真的就有台灣在中秋烤肉的嗎 真的假的 真的覺得人生 那時候當然需要一些特別的節日來慶祝 對啊 我也那麼覺得 不然人生好無聊 你怎麼不然整個人生都在 工作睡覺 工作睡覺 多無聊啊 找個小設計 小小確信 啟ioè 謝謝 網購之類的 oh 血綠 我還以為是電子產品 嚇死我 他說他電子產品 促銷 你怎麼塌掉了 算了 啊 我翻了流汗 其實我還沒看 那個紫蘿蘭的外傳 我還沒看 嗨 情虎 人生還有你們 對啊 有點只有工作也太無聊了吧 嗨 謝謝阿頭的玫瑰 因為我覺得好虐喔 我不想看虐的 最近 心累我不想再看虐的 這個玫瑰齒哩的聲音真的很特別 就是 對啊 他之前也有唱那個 境界的比方嘛 我覺得還蠻喜歡那一首的 對 他聲音很特別 不要讓你婆 你婆不是 你婆不是 銀魯莉嗎 你要婆是銀魯莉嗎 不是 你是要讓給我對不對 好吧 我就說他要把他的銀魯莉讓給我 所以銀魯莉不是他婆的 那好無聊啊 工作室要工作這樣 人生無聊 太無趣了 你可以出去玩 終於我看完了 第二季我也看完了 他是不是要出第三季啊 明年嗎 那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明年嗎 那是很多的朋友很正常吧 但我只有銀魯莉耶怎麼辦 我超專情的 我老婆沒有換過 謝謝 看我多專情 好 你們都不專情 怎麼可以這樣 我的婆子還是銀魯莉 因為我其他的不是女角 其他的是男角居多 還是喜歡男角居多就是 目前他是庫芙琳 然後 庫芙琳 許莫 好像最近只有買他們兩個比較多而已吧 啊 天獎 那個 艾娜娜的天 還有誰啊 然後再來他差不多就是 就是 聲優的東西了 聲優的 就是聲優配的角色 但就是 基本上有二次元的 二次元的 就是會喜歡的角色 可是不會到 不會到 怎麼講 喜歡 可是不會到愛上 就是那個角色的那種感覺吧 就我個人就是覺得 喔 是喜歡 可是沒有到那麼的喜歡 我的第一名還是 再來好像 好像 還有嗎 哈哈哈哈 我想都出來耶 再來他就 比較有 比較有愛的角色就是 Niko吧 Niko 然後 我最近看了什麼東西啊 我最近看了什麼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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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光光了 我最近看了什麼動畫 思考人生 擠不出來 但因為我想睡覺 腦袋卡住了 有點困 摸一下 呃 還有什麼啊 對啊 烏鴉也很可愛 但就是 沒有到那麼的 迷 對我基本上 我基本上還是 以庫芙琳跟 許莫 還有 九條天為主 其他的就 還好 出啦 他本的男角都不是你 笑死 男角會有男角嗎 對我有很多老公 也沒有啊 這只是單身喜歡而已 我也不會叫他老公 正太系列 沒有 不是 他們都不是正太 怎麼辦 他們都很成熟耶 庫芙琳也很成熟 然後請問也很成熟啊 九條天的話是 雖然臉不成熟 可是他是心智上成熟 所以我覺得都是成熟 Hi Moly 我喜歡成熟的男人 這樣大家要知道了吧 我喜歡 對 我就是喜歡成熟的男人 明年 喔耶 明年要播 開心 雷姆還好耶 就是 喜歡 可是沒有到那麼的 就是不會到那麼的 那麼的喜歡 Hi 沒有好世界 喔我有看到 我有看過幾集吧 好像 這個可以 專情到連自己看什麼都不記得 對不對 嘖 我這永遠只記得我的 Inori Inori是我婆 我可以很正在光明說 Inori是我婆 因為我真的沒有其他婆 我好專情喔 這麼久我還是只喜歡他 女朋友為主 嚇死 真的嗎 你想太多了 Hi小女 鬼滅這個話我也沒有到那麼的 就是喜歡 可是也沒有到那麼的 怎麼講 就是不會到 很 入坑到很深 就是 就是覺得還行 單純喜歡他的劇情 但我沒有到瘋狂到會一直買他的周邊什麼 所以就是對我來說還沒有到 像 就是對 沒有到那麼迷 所以我會 Sabastion Sabastion的話還行 就是 帥 他真的是帥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是惡魔 他就不是 真的人啊 所以就覺得還 很帥啊 可是他就是 不是人 就不會把他當作就是 怎麼講 就是喜歡 可是也沒有到那麼的 沒有到很喜歡到 就是無法自拔那種稱對不對 就我自己現在還是喜歡 最喜歡的話還是庫弗林跟 很 許莫吧 因為庫弗林就是很紳士 可是又有時候又很搞讓當 就是會 會鬧你開心 可是又不會 讓你覺得 太 就是這麼講 太過言所謂 而且他就是比較 講理型的那種 就是我比較喜歡庫弗林的個性 他就是可以鬧 可以正經的那種 可能都會有啊 我沒在看那個的 歐雞章 沒有好不好 他看起來很帥 沒有歐雞章 OK 他沒那麼老啦 大概才二三十歲而已吧 也是二三十歲而已啊 沒有那麼老 成熟的正太 沒有那麼年輕 他都超過二十歲 你在想什麼 派尼恩熊派北緣 也會喜歡成熟型的 謝謝強生的看到牛根真情告白 蛤 怎麼是羽喵人外不行 怎麼是人外 羽喵人外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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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雙眼 嗨 Ultraman 沒關係 他算幸運 至少 我可以再給他幸運啊 嗯 我來說什麼 喔 非人類角色是不是 沒有啊 也不是不行 就是 就是 他很帥 可是我不會 我不會喜歡到那麼的喜歡 因為他就是帥而已 就是 對 他沒有別的優點 哈哈 我好煩喔 他就是帥得很厲害而已 因為他就是畢竟惡魔嘛 然後所以他就是很 很強啊 這樣 但是就就這樣 好啦他是有別的優點啦 但是我覺得 還好 會喜歡 可是就是單純的覺得他帥 泰米酒 好 謝謝北緣登記告白 因為我比較喜歡 我的喜歡 就只是我真的是 呃 有了解那個 那個 角色的性格 個性 跟一些 生平啊 有了沒有的故事之後 我才會 才會 真正去喜歡那個角色 就我真正喜歡那個角色 我才會 我才會去找他的東西啊 什麼的 壞鞋子 成熟不去 吃完了 出來了 反應的人類雖然是非人類 但看起來像就是人類 啊對啊 啊啊 還有一個 其實我也喜歡金木炎 他真的太太好了 他真的就是一個 好男人 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一個心理善良的好男人 就雖然說 他變成了參總 可是他還是很 他還是 他的 他的內心還是很善良 就是 他就是人類跟 餐總中間的橋樑嘛 所以我 我還蠻喜歡金木炎的 而且其實很帥耶 因為我後來有去補漫畫 對他已經快 不算人類 所以我就是他算例外 但他原本是人類 所以他還是 算人類 只算一半的人類 但我覺得就是 我看的是個性比較多 就我其實也沒有很在乎 他是不是 就是 就是奇怪的 生物什麼的 我後來有去補漫畫 的後面 因為聽說後面就是 就是要看漫畫會比較好 然後我就補了一下漫畫 漫畫他真的很帥耶 就是 漫畫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大家跟我說 後面的東西參總 不要看原因了 因為 就是漫畫跟動畫畫 真的很歪耶 就是漫畫跟動畫的人 看起來是不一樣的人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 都有去看漫畫的原因了 因為真的 差很多 但我真的比較喜歡 漫畫 漫畫的風格我比較喜歡 他真的 動畫真的有點歪掉了啦 動畫每次做到後面就是歪掉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歡動畫 結果我看到漫畫之後發現 漫畫真的比較好看 就是那個形象 我蠻喜歡白髮跟影髮的角色耶 我也不知道什麼 可能叫中二吧 中二 我喜歡 我喜歡 我比較喜歡影髮他吧 應該是 啊你怎麼在這裡呢 好煩喔 我們夾不到啊 太少 好煩喔 我把我的頭髮夾毀了 喔好了 就這樣 對啊我覺得 嗯 有時候還是補漫畫比較好 謝謝KESA 心心相應 啊 人生死也不錯 但是也沒有到愛到不行 就是還行 算是中間再高一點點 就是如果 比起其他的角色來說 他在庫芙琳的下面 他有分等級 他在庫芙琳的下面 但盧瑞雪也不錯 就是蠻 因為他很中二吧 我這次還是蠻喜歡中二角的 因為就是 就是 莫名的帥 我喜歡盧瑞雪 足感 他就是一個很細長的人 超可愛 那他不知道 我覺得他挺可愛的啊 挺可愛 是什麼鬼 各種 就是性格上挺 挺好玩的 只是窮了點 可是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那個 我沒有在看鷹魂的 所以對 我說不出我到底喜不喜歡他 因為我沒在看 謝無常的傳單 庫芙琳 庫芙琳是很強的 應該只有祈禮吧 再更高的嗎 再更高的喔 拉拉雅琳笑死 拉拉雅琳也不算角色啊 怎麼講 比庫芙琳還要高的喔 難角嗎 難角 比庫芙琳還要高的 難角也很難耶 好難喔 我想說出名 我有看Colo Gias 可是我覺得還好啊 就是 可是 我對Colo Gias也沒有到 那麼愛 喜歡看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愛 賞不出來耶 謝謝低了 玫瑰 拉拉雄 謝謝比爾街裡我們的通寶 對 最重要是拉雄啊 這不行嗎 我突然是拉雄嗎 怎麼了 我房間超過拉拉雄的耶 這就是拉 這都是中心壓 這就是拉拉雄 呵呵呵 但是誰 他是現在有房間的王 呵 他說現在有房間的王者 現在還沒有人超越他這樣 嗨小易 歪了太多 對啊 動畫有時候都會越畫越奇怪耶 就是他會變得太動畫 就是動畫自己的原創的感覺 就是沒有漫畫的那種成分 就覺得 嗯 有點微妙 欸我們來想一下那個 不是非人類的主角 Alan算非人類嗎 應該算一半一半 因為他其實本來是人類 只是被注射了那個嘛 所以 就是 嗯 應該不是注射就是那個基因 他有那個基因 可是我覺得Alan應該算人類吧 反正巨人原本也是人嘛 就只是變大隻而已 所以Alan應該算人類 非人 有不是粉 有不是粉 人類的嗎 想不出來現在 太安全了 呵呵 是我想過沒有 我想過 就突然意識到 欸拉拉熊啊 呵呵呵 呵呵 就突然意識到我看一下旁邊 嗯阿拉拉熊 呵呵呵 旁邊知道就拉拉熊的話 然後想什麼 呵呵 好好笑喔 愛人好 啊啊啊 對卡烏勒 卡烏勒算非人類 對 他不是主角 主角還是 還是以那個 真是為主啊 其實因為他 嗯對 因為卡烏勒太早 就是領便當了 我覺得卡烏勒不算主角 但卡烏勒在那個 作為男主角的成分 就是作為輔助男主角的成分來說 還蠻重的 蠻重要的 就是 他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 因為他對 男主角的情感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任何人是可以超越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男主角的 就是怎麼講 身邊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嗯 卡烏勒的話應該可以跟 跟庫芙琳並駕 對 他是一個關鍵點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蠻重要的 雖然不能說是男主角 主 呃應該說男主二吧 算主二嗎 應該算吧 我超喜歡拉拉熊啊 謝謝卡烏勒 嗨卡烏勒 我喜歡拉拉熊啊 我刷很久了耶 一直都喜歡拉拉熊 對 卡烏勒的話也可以 謝謝 謝謝 一點的通報 謝謝卡烏勒的應援棒 嗨二號 他能組 第一位互換了吧 嗯 嗯 沒有我本來就沒有喜歡珍獅過 呵呵 因為我覺得真是很廢 剛開始的時候啦 後面我真的 也覺得他還是很廢 呵呵呵 他到底在幹嘛那種感覺 謝謝卡烏勒的應援棒 我還蠻早就喜歡的了耶 大概高中吧 他剛剛好像剛出來沒多久了 就很喜歡拉拉熊 就是蠻久的了其實 嗨龍騎士 嗯 我不喜歡真是說真的 我沒有看那個 對 那個我真的沒看 太虐了 而且有些作品 我不太會去找來看 飛人類的 好像也沒有到很多耶 對不對 飛人類的那個 嗯 作品的那個 量好像也沒有到很多 所以我現在想不 想不卡到有哪些 欸 然後怎麼是飛人類的啊 想不到 突然卡住 就覺得好像有看過很多 可是又覺得 沒那麼多 嘖 好複雜喔 呵呵呵呵 斯悟空 可是我沒有看救助 斯悟空啊 啊啊 滑頭鬼之書有看 請問他 阿頓請問他也不是人類齁 但其實這兩個我都還好耶 就沒有到很喜歡 普通 普通就連我的牌 沒有進不去的那種 呵呵呵 有點可怕 女主 他算是人類啊 他只是被 他是有點像 被神明選中的人類 但他還是人類 他就只是有點像 神之子的感覺啦 無限的助人主角 我沒有看到那個耶 無限的助人 嗯? 嗨英童貓派志偉 這話也唱不唱 只能看偶像 沒關係 那你可以跟我聊偶像 呵呵呵呵 生日卡什麼 生日卡意志 生日卡 喔生日卡 嗨英 可以得到冒險 阿龍人嗎 嗨小書童 被神選中的 美少女之一的概念 呵呵呵 呵呵呵 還有誰呢 恩 恩 等於人類的 真的 音速小子 也不能算 真的人 他不算人型啊 音速小子 不算人型 所以我也不會去考慮那個 因為他就不是人的形狀 呵呵呵 好難講 不是人的形狀 Google一下 主角是個帥大叔 誰? 我就哪一個 無限的助人嗎 無限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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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哈囉 要上映了嗎 這麼壞 哈囉 真的假的 超白癡 真的假的 一個晃 好好笑 這樣好像感覺都聊不上來 最近釋出真人電影預告 真人 可是音速小子看起來一定不像真的人阿 可是音速小子看起來一定不像真的人阿 呃 超人看戲 無限助人 看看喔 喔 好像 唉呦 有看應該說有 記得有很多 很多非人類的動畫 可是我很多都沒有看 我看一下 他算非人類喔 嗯 但我真的沒有看耶 因為這個比較偏 怎麼講 武士嗎 就是比較日式古代的 日式的 古代日本的那種 的 感覺的 我比較少看 之前有看 比較 之前有看的話就是 那個多羅羅伊吧 多羅羅伊是比較古代一點的感覺 帥大 帥大叔 他真的是個帥大叔 我看一下動畫 因為太多漫畫的了 雖然是個帥大叔 但是我沒有 形象來說的話 我沒有很喜歡 我是說外 我是指外型 外型的話沒有 就是一看外型 看外型的話我沒有很喜歡 槍繩的 外星人 那個好長喔 Yahoo 插譜SS的話 還可以 因為我覺得他算是蠻 怎麼講 男之角 也算是蠻 我忘記他的名字 太久沒看了 也算是蠻 紳士的吧 我自己覺得 就是蠻溫柔的 追TP跟本家 還有很多韓團 我韓團也沒有追很多欸 就是除了 會聽twice 跟 blackpink 還有 那個 另外一團 現在還是不要講好了 槍木主角是殭屍 但很帥 不是有很多吸血鬼 啊對耶 有很多吸血鬼的欸 那就是吸血鬼騎士吧 吸血鬼騎士我也蠻喜歡的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Kaname 是唸Kaname嗎 不是 那個 是唸Kaname嗎 算了我要講中文 他的名字很難唸 他唸書 就是那個 一個木 然後再一個那個 曲 是唸書嘛 我記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 男 他算男一嗎 他有個定位很微妙喔 明天要上一了喔 算了 我來不及去看 只有明天明明就有空 你知道嗎 明天剛好 明明明明明 明天剛好 就是最沒事的時候 明天明天 嗚嗚 有事 就上一了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搶不到吧 應該沒有周位 算了 算了 好 惡夜怪獸好像有看 聽過 實在是世界鬼 我好像沒有看過 蔡琴 嗨姨姨姨 嗨捷恩 嗨仁豪 對日本的48 跟TDP還有看早安 喔我有聽早安 嗨飛鳥 說出來的我喜歡的前兩團 對不對 好 他們的歌真的很好聽 而且 就是他們兩個風格不太一樣 可是我 我還很喜歡那個Blackpink的感覺 就是很性感 而且那個 還很喜歡那個Blackpink的Lisa 超正的 嗯 好就這樣 呵呵呵 嗨少女 搖滾樂跟五點月 Rocket Punch 我這個我就真的沒聽過 嗜血蛋好像有聽過 喔你真的遊戲 有一個是比較偏BL的那個 吸血鬼翻啦 但叫什麼忘記了 書 不是那個啦 不是朱雀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那個書沒有錯 不是 但是不是朱雀 快消死 早點去應該就有位子啦 不知道欸 沒有 不要早起 好痛苦喔 哈哈 沒有事 我沒有看完 所以我沒有打算要去看他的 劇場版 五六天我已經很久沒聽了 謝神聖的音樂慢 Rose 喔你喜歡Rose喔 你喜歡Lisa 公眾細胞之王 人類嗎 應該不算吧 太小異 他不是人類吧 呵呵呵呵呵 好好笑喔 他不是人 呵呵呵 他是細胞 被搶團奶的 奶團 團奶是什麼 奶團的票 哦 我想 我想去聽怎麼辦 怎麼辦 我想趁Asuka還在團的時候 很想趕快去聽 可是因為上次是我真的沒有 沒有錢買票 所以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辦法搶 而且就是搶 難搶吧 我想要算了 所以我想要轉 等明年 等明年 嗨 嗨 其中一個成員 好像都這樣啊 其實我 我也是都 比較喜歡某一個成員 才會特別去聽 魔法式新娘 啊魔法式新娘 但是主角 主角的人型還蠻帥 我也蠻喜歡 魔法式新娘的主角 還不錯 聽音樂的路線 V加 V加 不會不會 我也很跳通 哈哈 我也超跳通 我什麼都聽 明年 明年 可是我覺得 我應該也搶不到票 音聲很好聽 哦 我懂那種感覺 那我是喜歡 Lisa跳舞 超好看 而且唱歌也很厲害 明天有成員 讓我來心裡的臉 燈 大概會全部 啊有喔 有喔 嗯嗯嗯 哈哈哈哈 我一臉茫然 蛤有喔 什麼鬼 什麼東西 因為我已經看到 看 什麼看到 不看了 我想看 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完全沒有看到本人過耶 想去聽 想想去看他本人 哈 屁啦 他沒有來新美夜誕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明天晚上點燈 明天晚上點燈 明天晚上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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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是 我明天沒事啊 我剛才說我明天沒事 你知道嗎 今年應該沒有 明年吧 哦 他們歌真的很好聽 我在KING的歌很好聽 明天要一拍到 來兩個 哈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有喔 嘻嘻嘻嘻嘻 這也是明天嗎 明天要不要來 哦 你是說明天他們要來點燈 不是我們吧 嚇死我 我們哪 我們什麼時候要去點燈了 我們什麼時候 應該沒有吧 明明我們吧 我們有嗎 沒有吧 笑死 真的假的 嘻嘻嘻嘻嘻嘻嘻 我突然想說我們有嗎 剛剛疑惑很久 我們有嗎 因為他突然說要來點燈 因為他沒有送哪一團 他以為是我們 嗨傑 好優 突然說我全部都喜歡 謝謝傑的追蹤 我自己還是比較支持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特別喜歡 反正就只是覺得歌還不錯 但就是我自己還是喜歡子瑜吧 因為就是台灣人嘛 謝謝思緣的通寶 支持下唄 謝謝 因為有很多集氣需要演唱會 會有你們演唱會 什麼演唱會 很多聖誕節的演唱會是不是 不知道欸 這看起來蠻舊的 這看起來蠻舊的 他的首歌好聽 對啊 我覺得第二個 第二個喜歡潘米奶 啊 那我自己其實沒有關注那麼多 就是單純的會聽歌 但我不會特別的 就不太會特別的關注 就是偶爾會看一下他們的一些小影片 但是我不會到很迷之類的 就是會聽歌而已 嗨 Kevin 他的心有獨鐘 對對對 喔之前的耶誕辰 我有去 然後有聽到那個 Kimberley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他 就是唱那個 對 愛你的那個 愛你的那個 那個歌手 那一陣子他剛好出新專輯嘛 所以他有去就是當那個 他有去表演 就是有在外面聽到 他唱歌真的很強欸 超可怕 這一聽到他是唱現場很厲害 就很太厲害了 他唱現場真的很好聽 唱歌很 真的唱歌真的蠻強的 他之前不是有去那個 也有去選過那個 produce 是吧 好像是 我記得他有選過就是那個 火箭少女的時候 他有去選過嘛 對對對 創造101的那個 BRS1嗎 好啊 我還去找非人類的動畫 超有事 有病 很正想知道到底還有什麼 非人類的動畫 謝謝 謝謝 看看 還有什麼呢 K也算人類 K K有點微妙 但應該算人類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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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空殼我沒有看 因為那個太久了 那個作品太久了 我已經完全沒印象了 轉身實在我還沒 我也還沒看 小恐龍有什麼東西 但是火箭少女其實我沒有在看火箭少女啊 我沒有在追火箭少女啊 我只是剛好想到 之前有看到他有在 他有選過 就是Kimberly有去選過嘛 但我沒有特別關注火箭少女 因為沒有很喜歡 JoJo 這JoJo算的類吧 麵包超人不算 好嗎 他不是人 而且他也不是 不要 發出給我一個人的形狀 好不好 人的形狀的 呵呵 不是人的形狀以外 不需要 呵呵呵 快笑死 對 剛才那種錯綜者都是獸人 不太習慣 獸人的話還行 就是我要真的看起來 是有那個 人的形狀好嗎 麵包超人太不人了 呵呵呵 麵包超人 呵呵 麵包 麵包超人傻 呵呵呵 呵呵 誰會喜歡麵包超人啊 呵呵 喔 飛超人超人我有看過欸 一點點而已 一拳超 一拳超人 算人類啦 算 算 他算什麼人類進化成非人類啊 呵呵 他自己進化的 沙老師我沒有看欸 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我沒有看得很 多 不要 我不要 因為他就是麵包臉啊 哪裏是人臉 可笑死我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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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算人啦 好煩喔 我不要 我可以各位正常一點的臉嗎 快笑死我 呵呵 麵包超人 呵呵 快笑死 光頭 呵呵 光頭不是重點 他就只是 我覺得就是 還好笑 喔對亞人 我之前就想講亞人 可是我沒看亞人啊 因為聽說還好 亞人的評價有點兩極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看 果醬爺爺 我沒有看果醬爺爺 誰啊 呵呵 呵 果醬爺爺 是誰 怎麼那麼多奇奇怪的人啊 好 好莫名喔 天啊 快笑死我 謝謝開雜 通報 其實好像沒有很多欸 就是 非人類的 沒有到那麼多 真的目前最喜歡的還是 東京餐種 可以吧 非人類的的話 這目前是喜歡 卡ネギ 然後其他的就是 沒有什麼印象欸 麵包超人不知道果醬爺 我沒有看到果醬姐姐 因為我不喜歡看麵包超人啊 真的我從小沒有在看麵包超人 我想說真的不愛看麵包超人 不喜歡看 就是覺得 因為不是男生的關係吧 還是其實跟男生女沒關係 不然我自己個人不喜歡看 呵呵呵 個人不喜歡看 喔 就廚師 恩 突然忘記他長怎樣了 呵呵呵 祢諾莉不算人類啊 他不算人類 祢諾莉我見他不算人類 祢諾莉我見他不算人類 算算算算 可是我沒有看花霧魚啊 我只看了一點點 就是沒有到看很多 好像算吧 你諾莉不算吧 他算嗎 他是被做出來的人類對吧 他算真的人嗎 你知道 好難定義喔 我覺得一半一半啦 一半一半好了 一半一半 弄人的話應該算人類 他就是有超能力的人類 呵呵呵 好複雜好難 但別喔 天啊 謝謝 歡迎再去 四月一日算人類 四月一日 謝謝開啟螢光棒 四月一日 他是不是人類我不在乎啊 我喜歡他就好 呵呵呵 謝謝開啟螢光棒 就跟我喜歡吸血鬼一樣啊 呵呵呵 我才不知道他是不是吸血鬼 我就是單純喜歡吸血鬼這種設定 嗨 花娃花兒在大王家的友愛就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人類 四月一日 四月一日是什麼 因為他看起來像人啊 呵呵呵 我指的是我可以 我喜歡非人類 可是我 要看的是他真的是長得像人的樣子好不好 呵呵 我沒有雙同標準 OK 他看起來是人啊 我沒有說錯啊 只要是看起來像人的非人類 我可以 呵呵呵 呵呵 英諾莉他不管是不是人都很可愛啊 呵呵 在說傻亂七八糟 幹嘛 我沒有說錯啊 他是看起來像人啊 呵呵 呵呵 看起來像人啊 是 你好像有看過這個畫風耶 好眼熟喔 啊 那個Holic的那個吧 Holic 是Holic嗎 對 Holic的那個 我有 我蠻喜歡這個畫風的意外 但是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 我還沒有看過他的動畫 其實 我還沒看過他的動畫 所以我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但是就覺得 他的畫風我也蠻喜歡的其實 我沒有雙方標準 他看起來就是人啊 你能說他看起來不像人嗎 呵呵 呵呵 謝謝CKMAKER的我來簽到 喔 難怪 然後就覺得 其實他的畫風蠻好看的 嗨 佳人 他有什麼 非人類呢 繼續來看一下 什麼非人類的 嗯 嗯 真的蠻少的耶 這樣真的沒有到很多 超級賽亞人算人類嗎 他算 非人類吧 就是他是人型的 非人類 因為他就有點 他都可以飛了 呵呵呵 這好像不是重點啦 就是 就是他有點 啊 犬巫夫的話 他不算大數 他應該是爺爺了吧 犬巫夫 犬巫夫應該算爺爺而已 他是爺爺級了 但我個人喜歡 好吧 其實沒有特別喜歡 因為男主角好白癡 男主角好白癡 男主角很 很欠揍 雖然男主角很帥 可是很欠揍 雖然我這也沒有特別喜歡 就是普通 單純看劇情的那一種 但他最後還是蠻 怎麼說 最後他算有改邪歸正嗎 算嗎 可是我就覺得 還是就那樣吧 阿Darling in the Flux嗎 Darling in the Flux我也蠻喜歡的 女主角 男生反而還好耶 我對男生 男生沒有那麼的 有愛 我真的好奇怪喔 我比較喜歡女主角 我喜歡 對我比較喜歡賊肉刺 賊肉刺很可愛啊 很可憐又很可愛 Darling in the Flux好像很多部耶 但要從頭開始啊 你從後面看你會看不懂喔 真的 Darling in the Flux你不能跳著看 Darling in the Flux你要跳著看 你會看不懂 K我剛才有問過耶 但是他應該算 算人類吧 因為你刺了還是會死掉 就是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能力而已 就是 好啊算一半一半 因為我覺得 他們有太特殊的能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從來吐槽 那應該算一半一半 就是 不算真的人類 就是因為他們也 很特殊的能力 所以我 不知道怎麼說他的那個定義 什麼是查警 查警靈 好難喔 什麼東西 好難喔 他的名字好難懂 警 警靈嗎 警靈 警靈 我查到什麼奇怪的東西啊 警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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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古時候我完全沒看過 哦 聖道四星史 他有看一年年以前 以前小說會看欸 但我已經不記得是誰了 所以我也講不出一個雖然 其實確保說我真的沒看過 哈哈哈哈 對 你中間唱 中間唱歌要你從中間看完 完全會看不懂哦 因為他是很有 真的是有那個接續的 所以你只要從別的地方看 你就會看不懂 他還四季 胡迪 哈哈哈哈 胡迪 我來自深淵我也沒看啊 就是 就是 因為就覺得 有點微妙嗎 就是 不是很想要看那種風格 不是畫風 就是 覺得好多就是那種 嗯 有點虐了嗎 算了 反正是虐虐的感覺吧 太久了 出生前好久了 我完全沒看過 什麼神作 太久了啦 我都還沒出生了 謝四季的通寶已經說 神都是嗎 神都是星史的話就 有時候會看啊 可是我已經不記得誰是誰了 所以 所以 無音再看 第二集 第一季 反正他好像有寫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樣子 印象中 他一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符號 那個 那個 我已經不記得怎麼寫 好像是這樣嗎 好像是那個 奇妙的符號 超虐的 超虐的 所以我不想看 呵呵呵呵 嗨 齊悅 啊我怎麼沒按到我的音樂 呵呵呵 所以我剛剛按下去怎麼沒反應 繼續 我們再來看看 有什麼非人類的動畫 嗯 其實沒有很多呢 雅仁醬有話要說 這個真的好笑 呵呵 那個頭 啊想到了 DU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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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喔我在搜索 呵呵呵 無頭騎士 無頭騎士裡面超多非人類的啊 超白癡的 但我想想一下 我喜歡的 好像是人類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我喜歡的好像是人類 因為是靈野 靈野是人啊 怎麼辦 呵呵 他好像是人 實際上這個比較非人一點 男之類是人嘛 但 但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是人 有一些不是人 但我喜歡的那個是人 呵呵呵 假鐵層的話 我也沒有特別喜歡 就是 無名的話 比較喜歡一點 但是其他還好 還有什麼呢 阿文豪野犬的話 算 算人吧 一半一半 我沒有看炎炎 可是我覺得無頭其實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可以看 只是還蠻 也蠻多的啦 有點累 對 可是唱廣東看完很累喔 很累 我也是 我也是逼自己把它看完 然後才發現 嗯 他省略了好多東西喔 然後我又去發了一次漫畫 快點上班 好喔 沒關係我也差不多了 一個半小時 今天就一個半小時 因為我今天晚開了十幾分鐘嘛 珍珠美人魚 沒有很喜歡其實 普通 小時候會看 可是沒有到那麼的喜歡 不會到 不會到 就是不會到像小孩子那樣 就是炒著要 買玩具什麼的那種喜歡 就是不會到那種喜歡 普通 臉上很像是也是普通 因為沒有看很多 看來天天 我是看我的話 算人類嗎 也是一半一半吧 你看吧 他們就是有特殊能力的人類 明明是麵包臭 麵包臭太好笑了啦 太白癡了 為什麼是麵包臭人 問號 問號 是麵包臭人 Keloro 完全不會喜歡Keloro啊 Keloro好 知道要說什麼 啊 總之這件事的話 我還蠻喜歡的 嗯 蠻喜歡的 但是也沒有到那麼迷 氣惡家族 沒看 魔法少女的話也還好 你講的是哪一個魔法少女 有好幾個呢 我真的不記得國戰爺長怎樣 太久了吧 我都已經過了那麼 就已經 這麼老了 你知道嗎 你問我那麼童年的東西 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我長大又不會去看 他不是人好嗎 他是青蛙 他是青蛙好不好 他怎麼看都不像人 他的手不是人手啊 是 是 這樣 這樣 好笑 啊 手無塵已經算人類啊 他們算人類 他們就是拿到了 特殊裝備的人類 所以還是算人類吧 嗯 手無塵上我自己也是 只喜歡Gito而已吧 其他也還好 我蠻喜歡哥貝的 可是就是 因為很漂亮 然後就是 他的服裝真的超美的 其實我有想 想過要出哥貝 因為最近的那個 那個 雙十一有打折 然後他們有出哥貝的那個 衣服 可是我還想想 我現在又不能出腳 我買了它幹嘛 你很便宜耶 不知道一千塊耶 超便宜 很猶豫 可是我還想想算了 反正我買了也不能穿 啊 對對對 耐葉嗎 沒有看很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到底喜不喜歡 普通吧 Rae Rae的話好像也算吧 Rae的話就雷姆而已吧 雷姆 但我不喜歡男主角 可塑星之一 我好像也只有看解決而已耶 沒有看完 那葉蠻久的 都來夢 嗯 所以我沒有喜歡都來夢啊 哈哈哈哈 我只是喜歡它的寶具 寶具是什麼 它的那個工具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我沒有喜歡都來夢 怎麼可能會喜歡都來夢呢 我只是喜歡它的 道具而已 有 柔柔白書我以前真的蠻喜歡的耶 真的 然後以前蠻喜歡柔白書 可是後來就 後來就播一播 不是播一播它就突然不見了 退跑去玩太多 等一下 是工具人 就是 就是 柔白書真的到後面之後 然後它就突然不播了 所以 不知道它後面在播什麼鬼 我喜歡哪個 我忘記了 我查一下 因為太久了 看一下 我記得是男主角吧 應該是 應該是男主角沒有錯 印象中 跟另外一個 叫什麼 忘記了 對 它就是 完全 完全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在後面在做什麼 我想一下 我蠻喜歡男主角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 但我另外一個 叫什麼我忘記了 我要查一下 欸 是怎樣 我的人物表呢 角色表呢 角色表呢 不見了 角色 角色呢 欸 角色呢 我問號 好啦 算了 我只好去查角色表 我蠻喜歡幽住的其實 但 但 我記得還有一個 可是我有點忘記是誰 因為我要看 我要找一下 因為我已經太久沒看了 相片不存在 不知道怎麼分辨是誰 啊 帳馬 帳馬我也蠻喜歡的 嗯 這個 這個有講到 帳馬我也蠻喜歡的 但 實在 圖片呢 圖片呢 謝謝阿緣的廣告傳單 謝謝阿緣的廣告傳單 謝謝阿紅的應援棒 麵包招人 不要再麵包招人了啦 好可怕喔 很帥啊 帳馬真的很帥 問號問號 換海嗎 嗯 換海話還好耶 就是 你是說我 你是指我很適合他 是不是 笑死了 哈哈 我問號問號 我問號 我已經是說適合 是指喜歡的意思嗎 才不是被我洗腦的 不是我說的 是年輕的 年輕的 年輕的很可愛耶 很可愛 剛剛還有講到是那個 飛影嗎 飛影就看起來 也是帥帥酷酷的男生吧 但還好 我對他還好耶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覺得 嗯 腹直 呵呵呵 這還不錯 就是 形象還蠻帥 可是我覺得還好 但我比較喜歡帳 比較喜歡帳馬 大傲嬌 對啊 看來這那種型啊 可是我覺得我覺得我對他還好耶 就他沒有那麼的有愛 還有誰啊 以前的作品真的蠻多非人類的耶 死神的話也算蠻多非人類的嘛 死神也是非人類一種 嗯 Bleach 我是說 Bleach死神 太久沒看 家教的話 算 人類吧 家教的話算人類 那這次拿到了一個 道具 工 對 所以我覺得家教算人類 可是Bleach死神 真的不是人類 他就是死神嘛 Bleach我就是喜歡那個 白齋 我是喜歡熊木白齋 嗯 男多角還可以 什麼黑龍潑超人 地球超人是什麼 什麼是地球超人 好 Angel Beats Angel Beats 的話 個人好像沒有 好像也沒有特別喜歡的耶 斐色的碎片有看過 但 突然忘記了 呵呵呵呵 突然忘了 到底有什麼 明週變色還好耶 就是看 會看 可是沒有 沒有到很入坑 斐色的碎片的話 我記得 好像沒有很特別喜歡哪個男主角耶 我思考一下 因為遊戲的話 以遊戲來說的話 就是 都可以攻略嘛 可是 動畫的話 比較偏 男主一嘛 男主一 就是比較偏向男主一 就是 比較兇的那個 呵呵呵 比較兇的那個 所以我個人好像也沒有 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耶 因為我覺得都挺帥的 呵呵呵呵 選不出一個雖然 可能我覺得都挺帥怎麼辦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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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呢 就要花心一點 都喜歡唄 呵呵 小孩才做選擇 我都喜歡 笑死 呵呵 這種姨女的就是 都喜歡 超懷吃的 太難了啦 太難 她們擠的都太帥 嗨 哉 哉 地球 地球超人到底是什麼 呵呵 少年畫小 小炎王 好像沒有看過這個 太久的作品 我可能都沒有看過 啊 神妹有看過幾集 但是我沒有特別喜歡 神妹 就是普通 我全部都要 呵呵呵 喔喔 有翅膀的嗎 嗯 就是還行耶 就是都還還行 我全都要 對 好看 但是就是 英女有後宮結局嗎 大部分就是一定會選 選出一個比較明顯的男主角啊 大部分都是這樣 可是其實很多都是沒有 沒有結局的 讓你自己想像 沒有後續的那種 KPOP式結局 超煩的 你知道嗎 每次看到那種 KPOP式結局的那個 後宮放舞就 我又看了一個 沒有結局的 動畫 的那種感覺 Noki 魔偵探Noki 我也沒看過 你說洛基嗎 愛暖風 謝謝 可是你不是只要我啊 少來 哼 呵呵呵 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呢 商業或後宮 嗯 你現在都只能選一個 對啊 不過就是遊戲的話就是 看攻略嘛 但是動畫的話就真的就是 動畫真的有那種很開放的 就是就是 看不出他到底 到底跟哪一個最好的那一種 也有 重拾我沒有看 老眼心菜畫我也沒有看 有看一點點 但是我沒有看很多 所以我完全沒有印象他在做什麼 呵呵呵 我完全沒有印象耶 啊啊啊 流浪神菜畫有看 可是 他算人吧好像 算人嗎 應該算 算人吧 魔人偵探 老 不會唸 好難 沒看過 呵呵呵呵 完全沒看過 哇 動畫好多喔 天啊 一堆沒看過的 啊 柏英格的話也是 啊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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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多 全名叫什麼忘記了 柏英格的話 我有比較喜歡的 男主這樣 我想一下他是什麼來的 欸 反正我記得就叫 塞多 XX 忘記他的名字了 抱歉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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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塞多一姐 他的名字很蠻好 蠻好 記得 齊藤一 齊藤一 你沒錯了 齊藤一 謝謝彩虹花的通寶 謝謝光光的楓葉 謝謝卡木尼的通寶 謝謝聖聖的LOVE 謝謝柔君的LOVE 快要兩點了 對啊 差不多 因為我比較晚播 忍者龜 沒有看 特異功能組 嗯 我都好 出現那種奇奇怪的動畫 嗯 哎呀 熱熱熱熱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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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們今天到底在聊什麼啊 喪失我的記憶力 呵呵呵 我只記得我們後半段都在聊動畫 然後前半段全部都不記得了 哈哈 天啊 我的腦袋怎麼了 這我真的只記得我們在聊動畫 然後我前面都不記得了 大家睡著了 大家跟我一樣 大家跟我一樣快睡著了 呵呵呵呵 大家睡著了 大家醒醒 呵呵呵 還是大家其實也把他們也在 你們明明是也在幫我找那個 逼人類動畫 好好笑我天啊 雞草少女 前面不是面貌穿人嗎 哪是啊 在跟前面啦 快笑死 重大發表 沒有欸 什麼重大發表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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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別人嗎 應該不是吧 這什麼 這張圍基 這張圍基 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什麼呢 八全傳 八全傳的話也算 有點微妙耶 它算非人類嗎 一半一半 爆 嗨羊熊 我沒事也躺牆 對啊 麵包超人 它好可憐喔 你要說重大也沒動大 多重大 這也是什麼事啊 照三人睡醒都不會比一夜 蛤 你說是嗎 是這個嗎 是嗎 前面都在聊了很多 對耶 對耶 我馬上聊到天氣 對啊 我也覺得網球王子 主角不是人類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樣 剛剛看網球王子 然後 網球王子算人類嗎 這個 打這個球 打成這樣 哈哈 真的假的 好像是攝影師都不會畢業 真的假的 太可愛了吧 天啊 好可愛喔 太厲害了這個 天啊 好強喔 哇好厲害 真的假的 這麼有嗎 真的假的 賴賴其實也快了啦 因為只剩一年半嘛 賴褲的花架我沒有看完耶 對 他好像打哪一種球 你知道嗎 啊 好好笑喔 喔是這樣子喔 很厲害耶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到28歲就極限了 老了 我的體力不行了 精力不行 腦袋也不行了 好慘 好慘 幸運女神 哇 人狼 哇好久以前那 2000年怎樣 好可怕 哇 哇 這隻滑到後面就看到一堆 很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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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破壞 好 城市戀人 城市戀人我也沒看 阿良也不是人 他根本不是人戀人 他不是蟑螂嗎 他的生命力跟蟑螂一樣強 妹可以做體育不要 我不要 我不想要 待到30歲 好累喔 不要 再看一看吧 但我覺得我應該活不到30歲 會提早獸中正行這樣 恐怖的存在 他是那個蟑螂化身吧 對阿 我要提早畢業開早餐店 我要去開一個吃人早餐店這樣 可是我其實不想要做這麼久耶 其實 因為我覺得年齡還是一個重點吧 我覺得太老了啦 對我來說我覺得台灣當偶像太老了 我覺得我會 我的那個 我的腦袋應該會先 會先老化 好好笑喔 我的腦袋應該會先被折磨完 我可能就不行了 因為是我的智商啦 我覺得我的智商會一直下降 想看你演戲 我很想演戲耶其實 但好像沒什麼機會耶 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你不知道有冷凍庫這東西嗎 可以冰冷凍庫喔 嗨阿貴宅 我覺得可以笑死 十二國際是什麼啊 太遠了啦 我什麼都想演耶 你怎麼沒有很拘束 要哪一個 我覺得有就不錯了 還挑 還挑 請問男雄 他不是人類吧 他是人類嗎 嗨Alice 嗨 你也被撞 好好笑喔 第十名是柔君 不知道 那個太久了吧 第九是D 第八是CKUMK 為什麼覺得他很小說啊 他不是小說嗎 第七是Skyline 第六是Akira 第五是Akira 第五是CHAASEN 我不打LOW耶 我不會打LOW 因為我不太會玩那種 就是要吃 那怎麼講 攻略型的 我不太喜歡玩攻略型 第四是北援 第三是KZA 很久了 很久了 對很久了 我應該不會知道 第二是烏湯 第一是 呃 等一下喔 好靠喔 我的網路 第一是誰 跑不出來 第一是玉安 耶 謝謝 你們看還是 你們要最乖 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東西我最乖 什麼 再三個小時下班 恭喜 你們要快下班了 嗨Tommy 我應該也不是手術 我覺得我完全不會玩那種遊戲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玩那種遊戲 好累 就我不太喜歡研究那種 就是需要花很多時間研究的遊戲 就有點累 沒得上班 然後就上班了 這個時間就要上班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大家也辛苦啦 大家也辛苦啦 下班 早點休息啊 早點睡覺 休息吃飯 記得要吃飯飯 記得要穿多一點 不要感冒了 知道嗎 知道嗎 你們不要感冒囉 記得要穿多一點衣服 多吃點飯 吃點營養的東西 的 還有不要喝太冰的水 來 喝喝 反正就是吃健康穿暖一點 不要生病了 最近的氣候有點 就是變化有點大 大家不要突然感冒 我覺得有時候是因為溫差太大 所以造成感冒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 睡覺 好好的 穿衣服 好好的穿衣服 然後要好好的想羽喵 因為我沒有在說這句話嗎 沒有想羽喵 要罰鬼 好兇 什麼啊 什麼吃麥當中 麥當中不健康 雖然我也想吃啊 掰掰 生生 謝謝生生的love 什麼 他感冒還喝冰的 欸他們都跟我說 要飲毒攻毒 我就 我就 算了 不想跟你走 不然不然跟你講了 你就繼續生病吧 所以我真的不能理解 你就感冒 為什麼還要喝冰的 我就想說 算了 放給他爛 呵呵呵 反正不是我生病 想說算了 不停的 好玩又病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你生病 為什麼 不要喝冰的 給我吃冰的 東西 生病 不可以吃冰的 東西 其他想可以 可以嗎 唉 好吧 我就免於其然接受吧 眼光弩 眼光弩不一定會比較好玩 因為我有試過 吃冰的不是正常嗎 蛤 感冒哪有人在叫你吃冰的 你去問哪個醫生 各位跟你說你感冒可以吃冰的 你跟我說 哪個醫生 我去找他理論 呵呵呵呵 感冒哪有人在吃冰的啊 認識齁 表明啊 表明是不是 呵呵呵 什麼看藝人說他感冒了嗎 呵呵 感冒了喔 為什麼大家都在感冒啊 天啊 滿有醫生 大妹 他也跟我說 沒關係啦 我說 呵呵呵呵 難怪好了這麼慢 而且那個很容易 好了就會 就是會復發什麼的 就我覺得感冒就是要好好 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啊 好好吃藥啊 不要喝冰的啊 這樣就會好誇獻 而且比較不會復發 我覺得就是亂吃亂喝會很容易復發 就是好了 可是不會完 不會好全的那種 就是會 好了又又又 可是又沒有 完全好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 好像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因為要吃藥吃很久 我不喜歡吃藥吃喔 結果我討厭吃藥 所以我很努力的 讓自己比較感冒 然後不要傳染給我 呵呵呵 我很怕我被傳染 超可怕 連話又不能講 我以前也會這樣啊 就是重感冒會啊 重感冒就是 就是喉嚨 喉嚨巴嚴什麼的 那個就真的沒辦法講話 那就沒有辦法 那個就是剛好 剛好他感冒的重點 就是在喉嚨的話 他就 就真的沒有 就真的只能 只能休息啊 沒有辦法 睡覺 睡覺 就是睡覺 就是想睡就睡 呵呵呵 好啦 我怕打針啊 不怕欸 我 其實我 我對打針出學這種東西 覺得還好欸 就是習慣 你就不會覺得怎麼樣了 那種感覺 呵呵呵 夜家是因為他不聽 他比較愛玩嘛 學生啊 這還是 就還是小孩子 怎麼樣吧 喔對 因為日本人其實 他們沒有在喝熱的 他們連冬天都是喝冷的 嗯 日本人冬天也是喝冷的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因為習俗的關係啦 他們的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喝冰的嘛 所以可能就覺得沒差吧 可是我真的覺得感冒 就是盡量不要喝冰的啦 因為感冒喝冰就真的沒有用啊 而且你會一直越來越嚴重什麼的 嗯 我不一定欸 就是有時候會看 有時候不會看 就是 就是 看狀況吧 但是我不太會怕打針 我以前有一次 重感冒 然後我就是 就是 重感冒到嚴重 然後因為我就是要 我那時候要幹嘛忘記了 總之就是好像有什麼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太嚴重 然後呢 就是一直沒好 然後我就直接跟醫生說我要打針 就是 那個 感冒 就是 很重感冒不是會有一種 藥嗎 就是反正就是打針的方式 然後隔天你只要睡覺 隔天就會好 就是會好很快的一種 可是那個藥真的超暈的 他就是 他就是打完之後會很暈 就是打完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會超級暈的 因為那個藥效很強 然後就是很超級暈 但是那個針筒比較大 就是 就是 我那之前打那個感冒針筒真的超大的 就是 就是比一般你就是打針的那個針還要粗 看的時候我不知道 哇這是什麼了吧 這是感冒特效藥之類的 然後超粗的 我還是照打 因為真的很嚴重 對很嚴重才會打針 就嚴重到連聲音都出不來啊什麼的 就是太嚴重了 然後可是我又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就只好打針 他還密成 因為我那好像吃了一兩個禮拜都沒好吧 我真的覺得太久了 我就想說那打針好了 不然就是一直笑也是一直拖著 就覺得蠻累的 不喜歡吃 我就很不喜歡吃藥 很愛喝冰的 我不行欸 因為我冬天覺得太冷了 我只要冬天一到 我就絕對不喝冰的 不太會喝冰的 就是 常溫吧 不然就是熱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冷了 太冷了 冷到 冷成這樣還要喝冰的 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真的不喜歡 所以我冬天幾乎 基本上都是自己泡啊 不然就是買熱的 熱飲啊 不然就是 不要買 就是買常溫的之類的 明天 明天沒有啊 是明天嗎 喔是明天喔 我一直 我一直既然假日欸 笑死我 明天也要播齁 對耶 好煩喔 我在幹嘛啊 真的是上次我的記憶力了 喔對明天也要播 我的天啊 我的腦袋怎麼了 我剛剛很開心說 喔明天沒事欸 我發現 欸 對耶明天也要播欸 喔我的天啊 我忘了我明天還有直播喔 反正自己也沒事啊 沒事 在家休息 要不要去 應該不去了吧 如果要直播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會來不及耶 哈哈 不去了啊 我還要回來耶 應該來不及吧 點燈幾點啊 不行了 七點半 不行太趕了 七點半 點完 回來我根本來不及啦 來不及 算了 大家幫我看吧 當然不行啊 我就是 我們那都是固定的 我不能亂改 就是固定什麼時候播 就是一定要在什麼時候播 沒關係 算了 算了 不去了 好累喔 不看了 我會懶得出門 其實 我會懶得出門 我就不看了 算了 我再不要 就沒感冒啊 大家都看得出來 等一下 不是你的飛鳥就是不用去啦 也是齁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說 算了 不是飛鳥 算了 我等明年的演唱會 不要 我不想改 不要 我就是要明天九點開始 我們那個不能 不能亂改啦 好啦 沒有還好我家裡那裡很遠 我家裡那裡很遠 回家太晚了 不要 好累喔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大家當然休息明天見 掰掰 明天大家明天見 不用早起啊 明天為什麼要早起 他不是晚上嗎 晚上六點幹嘛要早起 我只是不想要出門 然後又趕回來 我覺得太累了 我不喜歡趕車 謝謝Akia的LOVE 大家掰掰 大家上班加油 上班加油 大家不要感冒啦 明天晚上見 明天晚上只有一個小時 掰掰